欸 台北夜景也太漂亮了吧 喔 你這個香巴佬喔 上次我在曼谷高空酒吧的時候 夜景更美 有得躺 有得喝 還不用爬這麼長的樓梯咧 我們要下山嗎 最後大方窟窟這個景 好像就在曼谷 好像就是他說的那個高空酒吧耶 看起來蠻猛的 我決定了 下次去曼谷就一定要去這裡 這裡根本看起來不像有 很時髦高空酒吧 排隊排了好久 就只為了擁擠的電梯 擁擠的酒吧 跟還好的景 還是趕快閃好了 沒關係 我們再換一間 這間在班洋區61樓的Moon Bar 也有很多部落客推薦 啊 嗯 這裡還好 但是我快要被擠到掉下去了 傻眼耶 到底是誰說曼谷高空酒吧很厲害啊 我再給曼谷最後一個機會 這間Pop Society評價也蠻好的 這裡也太漂亮了吧 Park Society是首Sofito Hotel頂樓的酒吧 整體的設計非常的有現代感 去樓上 他樓上更美 他還有樓上喔 雖然只有29樓 但他旁邊就是曼谷的中央公園 倫皮尼Park 完全是其他酒吧看不到的景色 你就可以假裝自己在紐約 然後下面是中央公園這樣 而且風景美就算了 連服務生都超帥的 重點是 這邊的酒吧不會很擁擠耶 所以你真的覺得超級放鬆的 另一間EagleNAS 在老城區舊舊的巷子裡 而且只有五樓 上樓之後卻是驚為天人 他的景跟城市裡面的bar不太一樣 他可以看到一整片的招屁河 還有最有名的鎮王廟 有了這個bar 誰還要搭招屁夜河遊船啊 曼谷的夜生活真的不只是人妖 或是成人秀 而是你在台北 絕對感受不到的高品質酒吧 一杯酒也大約300塊台幣 而且還越來越多間 所以不要再去那些大街 大家都知道rooktop bar 來這種比較特別的 還可以拍出厲害的照片 讓大家很羨慕